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FAA表示 飞行后的检查显示 发动机上方有一个垒球大小的洞 而NTSB则表示已经展开调查 据FAA称 阿特拉斯公司的波音747到8型飞机已有8年机领 由4台通用电气公司的发动机提供动力 通用电气航天表示 正在为FAA和NTSB的调查提供技术援助 波音公司表示 正在向阿特拉斯公司提供支持 并将支持NTSB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 加州卫生官员缩短了对新冠检测呈阳性的人的隔离时间指南 新冠检测呈阳性但症状轻微 且在没有药物帮助的情况下没有发烧的人 可以在隔离一天后返回学校或工作 之前的隔离要求是5天 加州卫生部表示 发由于疫苗接种和或自然感染形成的广泛免疫 以及感染者随时可以获得的治疗 新冠的影响减少了 此外 该部门的目标是更多地关注那些最有可能患严重疾病的人 同时努力尽量减少对学校和工作场所的干扰 卫生官员仍然建议新冠检测呈阳性的人戴上口罩 避免与感染重症风险较高的人接触 并在必要时寻求治疗及接种新冠疫苗 朝鲜官媒朝中社1月19日报道称 朝鲜军方进行了水下核武器系统试验 以抗议韩国、美国和日本这州在冀州附近攻海上进行的海上联合军事演习 韩国海军、美国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从1月15日至17日 在冀州以南攻海上实施联合演练 包括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等9艘舰艇参演 重点在增强应对朝鲜河岛和水下威胁的能力 朝鲜国防省发言人指责韩 每日不断热衷于挑衅性的军事训练 是新年一史严重威胁朝鲜安全的冒险行动 并警告这将带来灾难性后果 中国驻韩国大使馆1月19日发布公告 呼吁前往韩国做美容整形手术的中国公民谨慎行事 注意在韩国进行美容整形手术的风险与危险 其中包括意外死亡和面容严重改变后 可能给登基和出入境造成的困难 在此公告发布之前 一名20多岁的中国籍女子 在首尔江南某整形医院接受抽支手术后死亡 韩国警方也针对此事进行调查 并对死者进行了尸检 韩国媒体引述首尔江南警察厅的消息报道说 此女子去年11月入境韩国 随即在整形医院于两个星期内 接受了连续三次抽支手术 手术完成后 由于伤口感染恶化为败血症后 于1月10日去世 中国驻韩大使馆过去也曾发文提醒 前往韩国准备做美容整形手术的中国公民谨慎行事 并提醒他们在韩国做美容整形手术的风险 但曾引发韩国美容整形医师界的不满与抗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